男子从废旧房子里面设立了一台二手电脑 好奇的打开电脑后,里面有个弹窗 他点得进去,哪料就是自己的好奇心作祟 做事点击,却让整个世界迅速到一片恐怖的灾难之中 而这种灾难还是非常另类特殊的 不是战争,也不是导弹,而是你意想不到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年,我是穷哥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一部科幻精神电影《惹鬼回路》 故事发生在一所高校里,女主姓名大学生 但因为最近态度没有收到男友乔石发来的消息 打电话也始终联系不上对方 导致他在上课的时候也心不在焉 全部心事都在关注手机上 完全无法专心听讲 为了搞清楚这些男友最近究竟在忙什么 这天下课后,女主独自来到了男友的住所 可奇怪的是,男友虽然安然无恙地待在屋子里 但整个人看起来却是一副毫无生气的模样 不仅如此,屋子里面的东西大多数都腐烂了 战狼在水池上肆意地爬着 等他打开柜子查看 发现除毛因为长时间没有人照料而处于病死边缘 看到这副长脚的女主明显有些不知所措了 但就算是这样,男友也依旧没有代理他 而是默默地走回到这房间里 等女主转过身更过去的时候 看到的一幕让女主有点无法接受 因为男友竟然死在了屋子里 那之前自己看到的人又是谁呢? 不得不说这次的事情对女主的打击是非常重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开始变得不爱说话,不爱社交 并一直自责自己没有早点发现男友的不对劲 尽管学校里的同学们都在疯疯安慰和鼓励女主 想要帮她从悲痛打击中走出来 但也仍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直到这一天,女主在聊天群里面突然看到 有人用男的账号发出了一大段救命的文字 群聊瞬间安静了下来 大家都望着这鬼电幕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同学们认为,这是有人在欧洲剧 用病毒入侵瞧瞧的账号 然后故意发出看似很重要的消息 以吸引群内大伙们的注意力 但无论具体是什么情况 现在总需要一个人去瞧瞧的家里 帮她把电脑先关掉 好吧,女主的男友都死了 有人处理尸体竟然没有人关掉电脑 本来这件事情应该是由女主去完成的 但经过上次的打击后 男友的住手绝对是她再也不想踏入的境地了 所以也为上级人意的霸杂头小哥就主动戒查了 他表示自己愿意把女主去把乔舌的电脑关掉 于是笑的时候 霸杂头小哥凭借自己脚尖的伸手就来到了乔舌的家里 好奇的他在屋子里面各种转悠 说实话,这个房子看起来还是有点上冷的 结果才进来转悠一会儿 他就看到了黑暗中有一个身影朝自己吸烂 你这忽伤忽伤的样子相当的刺激 小哥吓得立马躲在了船底下 但没有想到这道身影竟然也立马追得过来 最后直接像射魂怪一样把小哥的精气绳给吸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 小哥也变得不想出门了 他只是默默地坐在电脑前一动不动 情绪也变得越发低落了起来 手臂上的血像抽干了一样 直接变成了黑色的印记 看起来就和乔舌当时脖子上的印记一模一样 等了许久也不见消息的女主也打爆了爆炸头小哥的电话 想要问清楚他是否处理好了男友电脑的事情 然后小哥却没有直面回答女主 这下没有其他办法的女主自主能靠自己了 他再次来到了男友深情的住所 本以为自己又要看到那些不想看到的场景 结果开门的是一位房东大神 屋内的东西也全部被人给清空了 随后大神才告诉女主 因为这两个月都没人交房租 所以自己只能把这些东西都给卖掉了 一方询问后 女友才得知了男友电脑的去向 于是便马不停停地赶过来 把收电脑的胡子哥给臭马里断 并责怪他乱用男友的电脑给自己发消息 但一脸闷的胡子哥根本不清楚女主在说什么 因为自打他买了这台二手电脑 却一直放在后备箱里面工整 自始自终都没有打开过一次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是谁给他发的消息 知道自己错过了人后 女主尴尬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立马转身逃走了 网上胡子哥才抱着好奇的信 打开了这台二手电脑 结果屏幕才刚亮起来 上面就显出了一行字 询问胡子哥你想看鬼吗 胡子哥点击完屏幕后 一段鬼的视频就出现了 吓得他整个人都往后亮相了两步 实验的时候 点击这种链接真的是 做事小人手啊 与此同时 女主这边也收到了男友 申请记得一款红色胶带 以及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 能把他们挡在外面 没明白男友想要表达什么意思的女主 感到有些懊恼 但从前面爆炸头小哥的心理来看 男友想说的 或许是这款红色胶带 可以挡住那些神秘存在 还不等女主搞明白 胡子哥就出现了 他告诉女主自己 白天在电脑上看到那些鬼的东西后 女主就跟着他一起过来看电脑了 结果女主在看到男友 电脑里面的视频后 直接被吓坏了 更加鬼的是 之后的几天里 学校也开始陆续出现一些学生 自我了结的事情 上课的学生变得越来越少 而女主的成绩也开始变得越来越臭乱了 她总会看到很多可怕的鬼影 出现在自觉的身边 就连洗澡的时候也不得暗宁 但学校的心理生却始终坚信 这一切都是因为女主的精神 太过于奔情所导致的 虽然女主也一直告诉自己 这一切全都是假象 但在上厕所的时候 她还是被突然出现的鬼魂给吓到了 好事看过那视频的人 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不仅如此 女主的同学小胖 因为之前在学校电脑看完那鬼的视频后 眼前也莫名出现了一些不该出现的东西 下的她只能立马用 乔石当时留下的红色胶带 把物质里面贴得严严实实的 而之前那个爆炸头小哥 更是直接被鼓莫名的力量给吸入了墙内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电脑都中了病毒 会自动开始播放那些画面 与此同时 胡子哥这边也发现了一个新加密的视频 视频中的人正是女主的男友乔石 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乔石不小心把朋友小齐了一个电脑病毒给释放了 结果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控制 导致全部的网络陷入受到了这个病毒的攻击 本来乔石已经研究出的一款新病毒可以与之抗航 但还不等他把新病毒交给朋友 就不幸在图书馆被神秘鬼魂给夺取了精气爽 导致后来的每一天都处于精神错乱的状态 然后就发生了那种悲剧的事 可以说现在只要有电脑有网络的地方几乎有病毒鬼魂出没 为了了结这情况 胡子哥想尽办法找到了男友生前研究出的新病毒 然后就带着女主一起开车前往朋友小齐的家中 想要让他一起帮忙消灭这些病毒 我的乖乖当鬼魂幽灵一类的爱上电脑病毒 原来诅咒害人一类的竟然这么的简单 此时此刻城市已经变成了鬼魂的天下 街道上几乎没有人的踪影 连警察也消失不见了 两人毫不定找到了小齐的住所 发现乌吉里的所有墙份都已经被他用红色胶带给贴满了 但就算是这样小齐的状态看上去也有些不太正常 两人从小齐的口中获取了服务器的位置后就立马离开了 不得不说这里作为病毒的发源地 看起来还真的是极度阴森 鬼魂幽灵玩上高科技 估计这没有几个人真的能打得住 胡子哥把装有病毒的U盘交给了女主 然后自己在后面拖住那些鬼魂 但或许还是因为女主的定力不够强大 他一到服务器这边就直接被全鬼魂给包围住了 这一幕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女主要被拉入到无尽的恐怖声音之中 好在胡子哥出现的急事 把他从鬼魂的手中给拉了回来 安顿好女主后 胡子哥就带着U盘再次来到了服务器这边 虽然在这里他也遇到了鬼魂们的偷袭 但足够坚强的胡子哥最终还是把乔石发明的病毒给成功直录进去 然后乔石研究出的新病毒 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因为现在整座城市看起来反倒是更加混乱了 鬼魂依旧没有消失 大楼的天台上还拒绝的群已经失去自我的了 没有办法 两人只能火速逃上了车 一脚油门 使命往前开去 不因为事情到这里就能稍微告一段落了 结果没有想到车上的手机突然来到信号 导致鬼魂再次有机会向他们发起进攻 好在胡子哥的车技还算不错 没有上两下就把鬼魂给甩在后头 在故事的最后女主也丢掉了唯一的手机 和胡子哥一起相应为命 继续开着车子逃离没有鬼魂的地方重新生活 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将从此发生天方地付的改变 毕竟你敢用电脑手机吗 但凡能通过网络连接的设备 鬼魂都可以入侵 然后世界因为鬼魂变成了另外一种漠视场景 脑洞真的很可以 另类的漠视灾难篇 当然编剧就是爱没事找事 如果女主的男友好好上课 没有时间倒腾朋友的电脑的话 也就不会闹出这么多事情来了 除此之外 影片的结尾也没有给出明确的交代 到底事情要怎么解决 不过这或许是为了之后的续集做铺垫吧 毕竟影片还有第二部第三部呢 当然第二部第三部和第一部差距有点大 因为我觉得故事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 当然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继续往下看看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